我们来说一下营起股 因为有很多个股票 我想都说不完 我们来说几个股票 就是比亚迪 最近一定是股票 跌了下来 怎知现在发了一个营起充起 还有长期其实也是 禁锋利业也发了营起 还有中海有 神话、协音科技、新创建等等 先说了比亚迪 因为一定是大家的焦点 有没有帮助这个营起 预告在上半年的纯利会 按年增加1.4倍到2倍 最多36亿 如果是预测的范围 主要是新能源车少受强劲 因为大家在害怕就知道 股神是否会减持这个疑累 令股价高位急回来 这个营起有没有帮助呢 反弹的力度可以去到哪个价位 当然你问我 我也想有帮助 因为我自己对比亚迪的看法 也是正面的 一向也是 整个版块里面 他选择一定是比亚迪的首选 其实大家都说的 而事实上你看过业绩 看过基本数 是绝对交到这个业绩给大家 令大家有这个看法很实在 不会觉得你看好他 但是他业绩交不到 最害怕这件事 但起码 他现在每次业绩都做到这个动作 给你看他交到功课 还有业绩之外 其实过去不断看到他的交付数据很漂亮 特别过去上半年 特别在三四五月 说一些疫情的反复 可能部分上海封城 令部件紧 但对他也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好在一来他的厂不是上海 二来他自己也很强 令部件供应的因素 所以在过去这半年的历史 都能够发挥到这么好的表现 所以你说业绩是很一定的 而股价当然今天也会有些正面支持 你看到现在本钱对价 也在升四百分比 因为可能刚好 早几天跌得更加急 所以刚好跌了这么多 那你就会有这份营起 所以有些正面反应不奇怪 但是可否透过这份营起 再立刻试上去三百多的位置 或者再破上去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难一点的 就是说真话 因为一来看法上 刚才说了 基本上大河汉都对比亚特是好的 否则过去这半年股价不会那么强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说多说股价 都已经偷步反映了业绩的因素 所以你只能说营起者短期性充气 还有二来Irene说的 就是最大的阴霾 我想近期都是孤神减不减持 这个暂时都没有公布 就是没有公告 大家是股股 是你搬了仓之后 但是就没有捉过 暂时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你其实真的要等 虽然我觉得你说股神减 就算真的减也不一定是淡的 因为其实很多股价都是 某些人减就某些人都会折回 还有你最终 我想股份强不强都是看业绩或者业务 刚才强调就是基本因素 我自己还是觉得比亚特是很好的 所以你说就算减或短期会有影响 所以无疑短线股价未必为了一下子 就是上去很高 可能达完今日又会回到一些 不断在300附近高低一成左右 去到上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现在去玩 是可能困难一点的 就是会是上落一点 你要跟得贴一点 甚至乎就不断都说 就是那个没收入场费不是低 但是如果你说一向都是坐中长线的 甚至乎你可能那手货都是很低的 那你过去这几天都没有走 那我觉得都可以再拿着 我相信就算所谓股神要沽 或者要沽完 其实就只丢不完 就是慢慢退 所以对于股价不会说 一砍一声很大那种急跌 就是会是好像腾讯为例 不断阴点阴点的被人减 那也很可憐 那是会有些困扰的 但是起碼股价不会是很容易动 就是令大家 如果要走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着你走 我想会是这样的 几率会大一点 但是你说基本上 我一定是先看好比亚迪 我看观众想问 可不可以短筹吗 因为他叫白紫一张 他说1211现假可不可以做call 如果是我推荷 江小姐的名字 可能他已經很自信 沒錯 他是老手 我覺得可以的 即是他問到短炒我覺得可以 但是短炒當然很 因為短炒我會覺得 給我傾向看技術走勢 其實你的技術面 雖然過去有幾支的大音竹 但是你見到成交 去到前日那支音竹 即是做了一些針底的那個 其實成交方法是縮的 即是有少許底背池 而以來那三支 即是不算今天 今天剛剛開的那支環線 但是過去昨天陽竹 前陰竹 但前日大陰竹 這三支族來計算 其實有少許短期 是見底的技術訊號 類似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來講 能夠繼續站穩 在五脈天線樓上 雖然概率上應該很大機會 因為五脈天線280元 其實是相差十幾元 沒什麼理由是打算回來 打算回來就很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要繼續站在 280元樓上 有機會彈高多一點 所以有些人純粹駁一個短線 做call 當然我不會叫你 看前日的低位 那個低位太低了 那個是261元 你現在距離三十幾元 你做call 就應該很誇張 這樣做指洩 不會那麼遠 所以我覺得這位如果做可以 真的定回二百八十元左右 條五脈天線做指洩 反而上面 你就駁他上可能三百一邊 做一個可能短一點目標 或者看有沒有機會再高一點點 我想這樣做著上落 如果你肯嚴守回 其實是ok的 因為始終不斷強調 就是股神減不減 或者怎樣減 其實大家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 從基本因素給阿迪 我自己覺得又不是一間差的 就是一間差的公司 是